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聚焦完正新突破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奉献 脑促中俗称中风 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病 包括脑出血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已经成为我国排名第一的致死病因 每年超过一百七十万人因此失去生命 脑促中发病突然 救治时间窗口短 治疗不及时会导致偏瘫 湿雨 治残率高达75% 并且复发率很高 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 还造成极大的家庭和社会负担 导致脑促中发病的原因有那些 能不能预防 该如何预防 怎样才能将脑促中的黄金救治期大幅延长呢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 康复机器人 脑机接口 等前沿科技又能为众多患者带来怎样的新希望呢 中国经济大讲堂 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坦医院院长王雍军 为您深度解读 前沿科技斗中风 大家好 我是王雍军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坦医院 今天为大家一起讨讨论中国第一大致残致死性疾病脑血管病 王雍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坦医院院长 神经病学专家 他牵头发布了中国第一部脑血管病指南和行业标准 建立了第一个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脑血管病病因与发病机制分型 将规范化诊疗技术体系推广至全国2500余家医院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双抗疗法 使高危患者促中复发风险显著下降32% 且为增加出血风险 该成果改写了中美英等多国指南和教科书 成为国际上该领域治疗主要的药物基石之一 脑子是全身唯一一个没有能量储存和产生能量的器官 它本身需要非常丰富的能量 但是本身又不产生能量 也不储存能量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血液系统要源源不断流进去 给我们脑子提供能量和热量 它运送的东西相当于我们心脏每天排出总量的15% 全身所有的营养物质17%要送到脑子里面 就我们呼吸的氧气呼进去 五分之一要送到脑子里面 作为了保证脑子这样丰富的能量的需求 需要一个高度发达而不能出问题的血管 这个血管的长度 大的血管连在一起差不多16到17公里 如果把毛鱼血管都连在一起的话 对一个成人650公里 相当于北京到青岛的距离 如果把所有的血管这样展开去量面积的话 脑子血管的总的面积相当于20平方米 所以这样一个丰富的血管 所以它承载了脑子里边所有运输的功能 那么在这个运输功能里边 只要脑血管出问题 那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 它会出什么问题呢 两类问题 就像我们家里边的水管一样 一个问题是水管堵了 那么远段没有水了 压力低了 这我们叫缺血性脑血管病 另外一类就是水管破了 水流在了不该流的地方 所以叫出血性脑血管病 缺血脑血管病就是老百姓说的脑血栓 出血脑血管病就是百姓说的脑溢血 大家俗称的脑血栓和脑溢血都属于脑溢中 目前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慢病危险 每六人中就会有一人在它的一生中经历一次促中 有统计显示 近30年 全球脑溢中新发病例增加了70% 死亡病例增加了43% 致残病例增加了143% 每年脑溢中的医疗支出 大约是7210亿美元 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0.66% 我国脑溢中情况更为严重 终身患病风险达到每四人中就有一人 每年约有280万新发病例 178万人因此失去生命 每个患者平均住院10天 花费约1.26万元 全国全年因脑溢中住院产生的直接费用高达800多亿元 这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如此的疾病我们能否有效预防 怎样才能把脑溢中的发病率 死亡率和致残率都降下来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 这张图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在东亚人群的前十大危险因素 为什么特意强调东亚人群 因为全世界在不同的地区危险因素排行榜是不一样的 在东亚人群包括中国在内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第一是高血压 高血压的知晓率低控制率低 那么很多人不量血压 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水果吃的少 水果摄入量不够 第三个危险因素是吃的高盐 吃的盐太多 第四是吸烟 这个吸烟包括一手盐二手盐 主动吸烟被动吸烟都在内 第五个危险因素 可吸入颗粒物PM2.5 这也是在最近的十年间 刚刚进入我们新的危险因素的排行榜 第六个危险因素是超重和肥胖 就是体重增加 第七个危险因素 就是固体燃料产生的家庭空气污染 就是在家里边烧煤 烧皮柴 烧其他的结杆这些东西 造成的家庭的污染 第八位就是全穀饮食比较低 比如说很多人不吃主食 就没有穀物 有些人吃主食只吃一种 只是米饭或者只是馒头 穀物应该是个均衡的 更多的是要吃杂粮 就是要吃更多的全穀物的饮食 第九个原因 血糖高 就是糖尿病或者高血糖 第十位原因 蔬菜摄入量不够 所以大家看到在饮食里边 两个饮食 蔬菜水果都是重要危险因素 可能有人问 吃多少叫够呢 多少够 我们这个医学有一个最简单推荐 每天要吃五份的水果和蔬菜 每一份呢 我们可以打开手掌 就相当于手掌这么大 相当于一份 就是每天的水果摄入总量超过五份 就对脑血管来讲预防就够了 这是我们东亚人群的主要的前十大危险因素 就是这些因素没有控制好 造成了现在发病不断增加 死亡不断增加 致残不断增加 我们拿高血压为例 那么这是来自于一个研究机构的一张 非常有意思的图 就是高血压知晓率 大家看到高血压知晓率 这个横坐标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收入 纵坐标呢 是脑血管病造成的危害 括号的每个数 就是这个国家高血压的知晓率 给我们比较相近的 像海地 埃及 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 这些比较偏地的地区 都是脑血压危害比较大的 像知晓率非常高的国家 像美国 德国 像法国和英国 都超过50%以上的知晓率 所以那个脑血管病危害 对它比不大 所以我在这儿呼吁呢 我们一定家里边有一个血压剂 能知道自己的血压 如果知道血压之后 千万不要说 我的高血压 我没有症状 我不吃药 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 控制在140 90以下 理想的控制在130 80以下 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脑血管的压力 不会太大 所以我们了解了危险因素 我们把这些因素控制完了 能预防多少脑血管病呢 我们这个数据显示很清楚 能预防90% 有危险因素的人 医学上给他一个词 叫高危人群 或者叫高风险人群 所以我要是高风险人群怎么办呢 需要做的动作就是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到医院正确地去评估一次危险因素 比如说你血糖高低 血压高低需要到医院 让医生给正确评估一下 评估完了第二步 在医生指导下 把危险因素都能控制好 如果都能控制好 90%的风险就可以避免了 如果危险因素控制不良 或者说你觉得危险因素 伴随你时间太长 需要做第三个 就是脑血管的检查 医院里边可以用核� 可以用超声 可以用CT的方式 能帮我们看看脑血管有没有阻塞 脑血管有没有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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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血管有没有血管B的结构的破坏 如果有的话 早点采取措施 除了预防及时诊治 也是对抗脑促中的一大关键 脑促中通常发病急 病情进展迅速 一旦出现相关症状 怎样才能快速判断 及时处置呢 目前全世界用的基本都是同一套标准 英文简称be fast B是平衡 脑促中会影响平衡 走路时像醉酒一样 不能直线行走 向一边偏斜 E是眼睛 脑促中会导致突然看不清 一侧眼经视野缺损 看不全发黑 或者双眼视物出现重影 F是面部 脑促中会导致面部不正 甚至面瘫 A是手臂 脑促中会导致手臂抬不平 一侧肢体无力 或者半天身体麻木 S是说话 脑促中会导致言语不灵 说话不利索 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如果这五个症状出现其中一个 就高度怀疑是脑促中 最后的T就是时间 这时应该立即拨打120 争取更多抢救时间 那么发生脑促中后 有哪些事千万不能做 医院又有哪些新的治疗手段呢 那么出现这些症状之后 在家里面怎么办呢 千万三个动作不能做 第一个动作不能做 不要去拖拽病人 尤其这个人刚瘫痪之后 可能卧在地板上 千万不要说舒服 给他挪到床上去 这个拖拽会造成 尤其脑出血的时候会恶化 第二个不能做 别晃的 也是叫不醒的时间晃 越晃了 对脑袋里会有不良的刺激 第三个不能做 家里不能给病人吃任何东西 不能喂药 不能喂食 不能喂水 赶快家里电话 拨120 等救护车的时候 也不要做什么额外的动作 把病人送到医院 现在有什么新的技术 可以帮助你 医院是怎么制的 我拿其中的缺血脑促感病 因为我们脑促感病 开始讲出血缺血两类 在我们中国人差不多20%出血 80%都是缺血 缺血是一个主流 所以对缺血脑促感病 到医院之后 我们的主要的治疗就是两类 医生会把病人分成 一个是严重的 一个不严重的 严重的叫制残性 就是未来有可能有后遗症 那么不严重的叫非制残性 它是有一个评分 就是根据症状去把你分开 分开之后 对于制残脑促感病的主要治疗 我们叫再贯注治疗 就是血管堵了 所以要恢复贯重 就是让你重新血管打开 其实就是通俗的讲究 通血管的治疗 那如果发现有救治机会的话 医院里面就是两类 一类通过静脉溶酸 就是静脉把血血润溶开 现在用的药物 主要是阿蒂普酶和替代普酶 就是溶酸药物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取酸的方式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导管 从股东脉插进去 这个一定是大血管 所谓大血管要两个毫米以上直径的血管 插进之后 进去之后可以把血栓直接吸出来 或者用一个网子像支架一样把它带出来 这个开通率就非常高了 如果只用静脉的方式 大概开通率65%到70% 如果我们加上动脉的方式 85%到90%都可以重新开通 也就是血流都可以重新恢复 在急性治疗里边有一个概念 叫可挽救的脑组织 可挽救脑组织就像这张图上面能显示的 脑的中间那个红颜色叫核心坏死去 就是这个地方已经血流低到了非常低的时候 脑组织已经全部坏死 这部分是不可逆死亡 所以它没有任何治疗价值 那么有治疗价值的就是那绿颜色部分 这个绿颜色部分我们叫已经缺血 但没有坏死的部分 这个医学术语叫半暗代 半暗代这个词来得很有意思 这个半暗代是当年英国人的一个发现 发现在缺血周边有一圈血流低 但是在睡觉的细胞 他当时一直不知道教书名字 他们几个人有一天去了伦敦 非常浪漫的一个餐馆 在吃饭的时候发现那个餐馆点的蜡烛 蜡烛中间最中间的地方是白的 那就是核心坏死区 白的旁边有它黄的光 这个地方在光学上就叫半影区 或者半暗代区 所以神经科医生把光学的一个词 引到了我们这个医学上 这个词是70年代就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慢慢才有了测定技术 测定技术是来自于我们灌注影像学 就是我们知道脑血流测定的方式 可以用CT可以用磁空阵 这个测定的时候需要很丰富的经验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传统这种测定对于我们急性的病人诊断 可能有时候来不及 有时候可能不同的医生判定的不一样 一个医生说有办 但另外一个医生说没有 这样可能给病人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影 之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神经内科大夫 叫阿尔贝斯 他说能不能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的方式 帮我们判定的 所以他跟他放尔科的医生两个人在一起 研发了世界上第一个识别办的软件 叫Rapid Rapid软件很快成了全世界最风靡的 一个人工智能软件 用的非常广泛 所以正好从2019年 我是跟我的同事说 我们自己做一款 我们在中国建了一个庞大的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把各个医院收集来的数据 我们用天南医院里边最有经验的 这个方式专家判定有没有 有没有呢 让计算机跟他学习 计算机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每一个病例 每一个影像 看一千次的时候 他就不会犯错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机器学习 所以机器学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让他在更多的医院去验证 验证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有了一款 可以取代Rapid的软件 叫I-Struck I-Struck现在在中国已经装了200家医院 现在在200家医院里边 如果你来了一个病人之后 用这个I-Struck软件 可以告诉你这个病人 要不要做再管中治疗 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呢 我们判定能不能治疗 只能数时间 叫时间疮 过去的时间疮 从3小时到4.5小时到6小时 这是一个一个临床实验验证的 到6小时之后 就没人再敢尝试了 尝试说再扩大行不行呢 从单纯实验证上讲 试过9小时没有成功 再扩大 这个从医生的心理上 和临床实验的难度 就非常困难 所以就人工智能之后呢 我们就把超过6小时的病人 就做了系统的测定 就看一下多少人 还有可玩尿脑组织 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 还有可救治的机会 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宝贵的 那过去的时候我们来到医院之后 我们给病人说过了时间窗 还能不能救治呢 做个关注 关注一线代务拿不准 请二线代务看一看 请上级代务看一看 这个来回的汇诊过程 会耽误很长时间 今天有了这个软件之后 现在在急诊室来一个病人 做完核磁或者做完CT 我们在医生的诊桌上 只需要医见 请ISDROCK帮助 ISDROCK我会自动告诉你说 这个病人目前 尽管已经发病15个小时了 但是它还有120毫升的组织 还处于可挽救的状态下 那医生就可以判定 那我现在要给他血管载痛 所以这就是我们 有这个软件和没有这个软件 医生的这个决策方式完全就变了 依靠人工智能技术 缺血性脑促中的诊断和治疗效果 得到大幅提升 但是如何防止复发 仍是一个难题 非治残的缺血性脑血管病 复发风险很高 一般早期治疗都是使用抗血小板的药物 比如大家十分熟悉的阿斯匹林 1997年 国际上有两项重大研究成果证实 在发病早期 每天给病人使用160到300毫克的阿斯匹林 可以降低复发和死亡 但是阿斯匹林在全球推广使用之后 三个月的复发率依然超过10% 为此 北京天坦医院专门拟定了 降低复发率的登峰计划 结果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登峰计划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自己的专业是 是做脑血管病的二局预防 每次在国际开会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压力 他们总说中国是全世界高复发国家 感觉我们医疗没有做好 第二个 就是我们用的所有证据都是给欧美国家来的 所以中国人既然东亚人群特殊 是不是欧美的证据不适合中国呢 这是当时我的两个困惑 所以回来之后我就跟我的团队说 我们一定要创造下一个中国的证据 那么一定要把复发率从11%再下降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登峰计划 就是降低复发的计划 我们首先要分析 为什么还有11%的复发 所以当时我们用对列分析 发现还是血耗板要使用的不合理 那么怎么能让它使用更合理呢 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抗血耗板更强的方式 就是联合治疗方式 所以这个方式呢 全世界很多科学家都想到了 德国的Essian大学做了第一个实验 就是阿斯比林加利比格雷 发现没有增加疗效 反而增加了30%到40%的脑出血 之后呢 加拿大和欧洲发起了第二次冲击 启动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实验 叫Prophys 用了阿斯比林加潘生钉 结果再次失败 也是增加出血 之后呢 美国IH再度用两个基金 资助了一个实验 叫SPS3 SPS3阿斯比林再次添加利比格雷 又是失败 增加了56%的出血 所以似乎这种联合治疗方式是走不通的 所以我们就想另外一种方式 想解决 寻找联合治疗 哪些病人有可能会不出血 会安全 所以当时想到了一个新的技术 就是大数据技术 所以我们用了中国美国英国已经公布的数据 加在一起9万人 做了将近8个月的数据模拟 数据模拟之后发现了三个数据规律 第一个数据规律一定用药要早 就不能超过24小时 第二个数据规律的病人一定不能中 当时用的一个神经残疾评分不能超过三分 第三个联合用药时间一定要严格控制在21天 这三种方式就是短程双通道双效用的联合治疗方式 这个方式我们当时命名叫畅刺方案 畅刺方案经过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的专项资助 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做了临床验证 在全国114家医院选了5170个患者 一半病人使用指南的方案就是阿斯匹林 一半病人使用这种短程的方案 结果在随访结束之后发现了两个可喜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在两组的疗效 复发率从11点多降到了7点多 降了32% 也就是多给病人换了三分之一风险下降的机会 第二个呢两组的出血都是0.3 0.3也就是说新的方案比传统的阿斯匹林 并不增加任何程度出血 也就是说这个研究用大数据真正模拟到了 一个叫甜蜜点 英文叫Sweet Spot 这个研究我现在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公布 是2013年的2月份 夏威夷那个会议叫世界初中大会 大会在闭母市上给了我一个最好的时间 让我报告这个结果 那一天非常特殊的时间 我大会想完之后 当天是北京的除夕 我记得我是在那个海边 我给我们国家重大信号创始的总设计师 桑国伟委员是发了很长一个短信 我说桑老师 中国的临床评价不再是一个中国信号研发的卡锅的问题 今天世界接受了中国方案 当我走在夏威夷的当趟那个城区里边吃那个年夜饭的时候 当国伟委员时我发了将近两百次的一个长信 他说他终于重大信号创始的最大瓶颈 已经在今天看到了曙光 后来美国为了验证短程抗销板是有效的 那么他启动了一个验证实验叫POINT POINT的实验用了六年 在2018年城市发表 它的最佳点整整落在21天上 2019年美国指南彻底改为21天的联合抗销板 所以现在国际上脑区疑病联合治疗就叫21天定律 这个定律就是用我们团队的十年的努力 加上美国六年的验证 换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结果 2019年之后 全世界都开始使用中国的畅子治疗方案 对到达医院的病人 给予短程21天的阿斯匹林联合绿比格雷治疗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虽然平均复发率下降了 但不同的患者用药之后的反应却差别很大 有的效果明显 而有的却并不好 导致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又是如何突破技术壁垒 破解这一难题的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们对畅子人群的血液全部做了测定 做了基因 做了蛋白 发现其中有四个基因决定人和人之间不一样 一个基因我们叫ABCB1 就是影响肠道吸收的 有人吃了之后他不会吸收 第二个基因是肝脏里边 这个药把这药代谢掉 因为绿比格雷是一个前药 它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活性的药 这个基因叫CYP2C19 第三个基因叫CYP2B6 最后一个基因是靠近血小板的 叫F2R 在这四个基因里边 影响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CYP2C19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当出现功能缺失 就是它的基因先天有变异的时候 我们吃这个药就不再管用 或者疗效很差 而这个基因变异的比例是多大呢 58% 也就一半以上的中国人 对绿比格类有不同程度的抵抗 但是我们到急诊之后 怎么能够知道 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缺失 这就是我们需要对药物基因做测定 大家如果在医院里面测过基因的话 那个基因的测定是非常麻烦的 因为它需要我们把血抽出来 血去离心 去分离白细胞 分离DNA 之后再去做这种基因扩增 再去测定 这个过程短的耗时要七八个小时 在很多医院需要24小时以上的周期 我们知道脑续管病人是跟时间赛跑 抗血管药的时间窗就是24个小时 如果我们在病人躺在床旁 要等十几个小时的基因检测 我想这是病人等不了 医生也等不了 所以要想把这些在基因指导下的技术 能够用到临床上 首先要克服一个技术的壁垒 就是快速基因检测 这样病人我们需要在床旁 更早的时间指导机 让医生去选药 因为早选一个小时 患者这个康复机会 和他的复发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 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去找各种办法 所以把这些一个一个技术 去拿回来 最后设计的一个技术叫G-MAX G-MAX的技术 可以说是用尽了我们目前 这个基因检测 基因扩增 基因去提取的所有的一些新的想法 集成在一起 这个技术呢 到现在为止可以做到 从看到病人开始到出道结果 85分钟 就是平均时间 最快的时间45分钟可以拿到 第二个这个技术的最大好处 就是不再需要抽取 这时候需要我们体内的最方便取材的细胞 最方便取材就是口腔里面脱落细胞 所以在口腔里面涂一下 这个技术是中国在全世界创造的 我们用这个技术才能实现基因指导下的这种治疗 基因指导下的治疗在去年发表了全球第一个脑血管病药物基因指导下的临床实验 创造的也第一次证实用这个新的基因技术之后 患者的复发机会可以再向26% 那这个研究呢 是在中国202家医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实现了我们在全球再次领先的机会 所以这个临床结果发表之后 全世界几乎所有大的杂志都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竖评 我当时跟我们那个转化的家生产的平台说 我说你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现在拥有了全世界在这个领域最新的技术 这个技术已经支撑了中国现在大多数医院都可以在急诊室 在床旁 不需要化验室 我们看病的医生都可以快速制导基因 这个技术呢 现在已经开始支出了中国之外 支持德国 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做新的临床实验 新的这种科技的整合 给我们中国再次领先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这个研究就叫机会 叫Chance 所以我们用了2013年的Chance 换来了复发率下降的机会 2021年的Chance2 给病人换来了快速基因检测的这种机会 所以两次 所以是展现了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 世界新的亮相的机会 你不想再 Ding 讨厌 人们的这种研究 我们在数字下 在神哥 这项目 都能复杂 和美国 其他的 医院 在神哥 人们经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际上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 这个模式来得非常偶然 是来自于达拉斯心内科的一位医生叫Helen Helen医生在达拉斯建了一个队列 这个队列叫达拉斯心脏队列 他当时想了解达拉斯人心脏病多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知道在美国西南部南方也是吃盐比较多 一共4100个人 他在4100个人抽回血来之后都做了基因 都测了血的血脂血糖 他突然发现有128个人 有一个基因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这个基因叫PCSK9 这个基因有突变 他发现突变里面还有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这128个人的血脂比普通人低了40% 所以他突然冒出个想法 这个基因是不是调控血脂代谢的呢 我要把这个基因给阻断之后 是不是血脂都会下来呢 他就利用这个想法做了动物实验 他就把PCSK9这个基因从动物实验给敲掉 敲掉之后发现整个动物 整个血脂全下来了 所以之后在实验室就做了世界上第一款PCSK9解抗剂 就丹克龙抗体 这个丹克龙抗体现在已经在全世界上市了 大家知道现在新的这个解抗的核酸药物 未来控制血脂不再需要每天吃药了 半年打一阵 血脂永远是保持正常的 这就是这个逆向的技术 就是从临床数据去推测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 我们现在实验室建了这个一个堆裂 现在堆裂已经有几十万人 就是把这些人呢 从有高危因素之后 开始就把血尿液粪便给收回来 这样我把血的它的基因 它的蛋白组 它的里边的转录组 比如说表观遗传学 这些数据全测到 测到之后呢 把这些数据放到一个计算机里面 所以这样的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计算机 继续把这些数据能够在一起去算 就是找数字规律 找完数字规律之后呢 我们之后会找到新的八点 这个八点数字算出来不一定是准的 它因为它是只是个数字联系 数字联系是不是准的呢 就要做生物学验证 生物学怎么验证呢 就是回到动物身上 我们把动物这个蛋白和基因 被它清掉之后 或者增强之后 看动物是不是发病 或者说能够治疗病 那用这样的一个流程呢 我们在过去的四年间 已经产生了九个新药物 现在都在临床前和临床的研发阶段 所以新的药物研发模式呢 也可以换来很多过去 我们没有发现的八点 我相信这个新的这个药物研发平台 这个平台我们叫Strox Omics Strox是英文的中风的意思 Omics是组学 就中风组学数据 中风组学数据是今年7月份 已经正式对社会开放了 现在在网上任何公司 任何这个学术机构 任何医院都可以在网上 在共享这个数据 能为我们国家 药物研发的彻底的转型 能提供我们大数据的力量 能提供这种新的药物研发范式 带来的新的机会 这些新技术给我们急诊和门诊的看病方式 就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 这是天然医院今年要改建的急诊 大家到急诊里边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 故意到急诊的时候 大夫开个核丝 你要推着评认去做个核丝 查这个基因 抽负血送化验室 现在在新的急诊室里边是一体化的 医生在诊室里边看完病之后 移动核丝 这也是中国自己的技术 移动核丝就在窗旁 直接一键就可以进到核丝 十分钟就可以扫完了 扫完之后 快速基因检测就在旁边 就是在口腔里边涂一下 马上知道你应该吃什么药 如果是个病人要治疗更保险的话 这边有机器人在提醒医生 这个病人这么用药 可能会有多少风险 他用这个药会这样选择 对面带多大好处 所以这些新的机器人技术 移动影像技术和移动基因检测技术 能使病人到急诊之后 会更安全 那么会有更多的机会 从疾病的痛苦中恢复过来 目前脑促中的治疗 已经有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方法 但是仍无法完全避免出现后遗症 甚至导致残疾 比如偏瘫 失语 吞咽困难 情绪障碍 甚至认知障碍 也就是痴呆 因此 后期的康复治疗也很重要 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肢体 语言 吞咽 心理和认知等方面的康复训练 越早进行康复治疗 对患者恢复越有力 除了这些传统的康复方式 目前还有哪些高科技的新型康复手段呢 中国经济大讲堂 精彩继续 我们知道传统康复在医院里面 就是靠锻炼 我们有物理治疗 作业治疗 让病人去做每天很枯燥的作业 有的病人是坚持不下去的 因为这个康复需要几个月 有数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康复技术 第一个虚拟现实康复 什么叫虚拟现实康复呢 因为我们现在做康复 在医院里面是医疗环境下 这个康复你回家也不一定能用 它没法模拟 你炒菜 你开门 你上卫生间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早期在医院 模拟家庭环境 带上这个虚拟的空间 你做的每个动作都是在家里面 你去开门 你去切菜 你去洗水果 这样我们虚拟现实 这种康复的最大好处 就是当你回家的时候 过得到生活非常容易 它不是每天就在一个 看的是个单杠或者双杠上 在这去练你的力量 那种方式可能有了力量 你的生活也不一定能 能够能方便 这种康复现在一个巨大的产业 现在有很多公司在生产 虚拟现实的康复的这种设备 那么第二类叫康复机器人 康复机器人 现在有这种可穿戴机器人 我们偏袋的病人 当然我们经过了六个月的康复之后 实在是恢复不了 可以用机器人带上之后一样 能保持你正常的肌肉力量 现在机器人有上至康复机器人 有下至康复机器人 也有半身的康复机器人 现在都有商业化的 第三类的神经调控技术 就是我们通过调控神经 在2021年去年 那么迷走神经调控 可以用于康复 就是我们不是锻炼肢体 就是给迷走神经刺激 用一个机器加上之后 调控这个神经的张力 这样康复速度一下就会加快 这种神经调控技术 现在用的越来越多 最后一个技术 会更新一个脑机接口 脑机接口 现在技术是两类 一类叫无创的 像这样戴一个收集信号的帽子 这个帽子是收集脑的电的信号 主要是脑电图 脑电信号出来之后 一个机器会解码脑电图的秘密 比如说我想喝水 你表达不出来 你去想的时候 脑电图会自动给你解码 说我要喝水 这样用一个机器 会告诉别人怎么去帮你 完了那个机器 会协助你去做康复 无创的方式 在中国现在已经有几个产品进入了三期临床实验 那么现在更有效的技术是有创的 有创的就要在脑子里边植入一个电机 植入电机之后 我们可以用脑子接口的方式 把脑子里边的思维 把脑子里边的意愿 把脑子里边想干的事情给引出来 引出来之后 我们这样用另外的一个 借助外界的一个机器 来执行脑子功能 比如说我肢体已经全瘫痪 我可以用皮下埋藏一个芯片 来代替我的运动的指挥 这样的肢体很快就会康复 所以这种新的康复技术 未来的发展的空间是巨大的 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 新技术新药的出现 病人的治疗机会会越来越多 病人治疗的效果会越来越好 病人留下后遗症的风险会越来越低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脑胸肝病人 将会在新技术的支撑下 将会有更加健康 更加幸福 更加安心的新的生活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